Hello,大家好,我是Alex 上一部片子我讲到为什么我建议大部分的学生不要到美国的大学上类似Columbia的Pre-College Program 或是John Hopkins的City Summer Program这样子的下校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On Campus Summer Program都是没有价值的哦 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10个含金量最高的On Campus Summer Programs 以及教大家如何分辨好跟坏的On Campus Summer Programs 下面我们照字母顺序介绍10项全美含金量最高 对升学最有帮助的大学属席活动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Shamplain College所举办的数学下令营Canada USA Math Camp 很多学生没有听过位在Vermont的Shamplain College 所以会觉得Canada USA Math Camp一定比较差 但是这个Math Camp证明这个观念是错的 参加Canada USA Math Camp的学生全都是全世界的数学天才 他们每天要live and breathe数学 乐在其中的解大学及研究所程度的数学题 Canada USA Math Camp每年只录取大约13-15%的学生 如果你不确定这个课程有多难 你只要看他们的申请资格大概就有概念了 学生申请时要递交独自完成的数学测验 这个测验不计时数 里面只有6题 但是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下面这是2020年数学测验的第一题 让你看一下你会不会做 为期五周的费用是4500块美金 但是会提供最高全额的奖学金 让学生能够免费的参加这个活动 你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 mathcamp.org了解更多 第二个活动叫做 Foundation for Teaching Economics Economics for Leaders 简称EFL 它是一个为期只有一周的活动 在Brown, Emory, Cornell, Rice等17个校区举办 费用是1800美金 EFL是一个经济学相关的暑期活动 学生在一周的时间会从经济学教授 跟导师学习经济学的概念 跟一共30位学生参与讨论及团体活动 透过亲身动手的实验过程 学会如何把经济学的概念 融入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决定当中 EFL是这个清单当中 CP值算是最低的活动之一 因为它只有一周 费用就要非常昂贵的1700美金 录取标准又不比其他的一些活动还高 但这不表示EFL的品质 会比其他programs不好 毕竟一个周只录取30位学生 这样的录取率还是比那种 费用昂贵的暑期课程还低很多的 更多的相关资讯 您可以到他的官方网站 fte.org 去了解 第三个活动叫做 Lincoln Laboratory Radar Introduction for Student Engineers 简称LL-Rice 这个为期两周 不只费用全免 吃住也全包的MIT暑期课程 要让优秀的 升12年级的学生 亲身体验MIT的林肯实验室 LL-Rice 是一个STEMP型的实验体验营 在MIT导师的辅导下 学生会学习并设计出一个 兜普勒雷达跟测距雷达 申请的学生需要递交成绩单 考试成绩 对STEM展现出兴趣跟能力 推荐性跟作文 但申请的学生大部分会被拒绝 去年有大约300位学生申请 一共只录取18位学生 也就是只有6%的录取率 去年一位被拒绝的学生 有1590的SAT 3.9的GPA 显示录取的标准不只是成绩好 对于STEM的兴趣跟老师的推荐性 以及作文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惜的是 这个Program只开放给美国公民参加 国际生及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 无法参加这个活动 更多相关的资料可以到下方的网址去了解 第四个活动是Math Olympia Summer Program 简称MASP MASP是众多顶尖数学下令营当中的最高殿堂 主要目的是培训IMO 也就是International Math Olympia 全球奥林比亚数学竞赛的美国对学生 所以要进MASP的不是透过申请 而是要得到MASP的邀请 学生在USA Math Olympia 也就是U-SIMO 全美数学奥林比亚竞赛中 前12位左右的数学天才 称为Black Mopper 即全美前13到100名的数学天才才可以被邀请 代表美国参加China Girls Math Olympia 也就是中国女子奥数竞赛的女选手 也会被邀请参加为中国的奥数培训 这个下令营会在Carnegie Mallon举办 为期三周费用是免费的 更多相关的资讯可以到数学竞赛的官方网站 artofproblemsolving.com了解 第五个我们要介绍的是Promise Program in Mathematics for Young Students 波士顿大学举办的六周Promise下令营 是一个集结世界顶尖的高中数学天才的下令营 有能力参加Promise的学生 都是那些觉得AMC12数学比赛 闭着眼睛都可以考到150满分 有能力加入国家数学代表队的学生的数学天才 这个program不会把高中生看作是高中生 而是把他们看成数学学家 虽然Promise的六周费用是不便宜的 5150美金 但官方说为每位学生的实际支出 其实是超过7000美金的 是因为透过每年的赞助 让学费可以比支出还低 另外经济条件不佳的学生还可以再申请奖学金 最多获得全额奖学金 让学生能够免费参加Promise 你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 Promise.org去了解更多相关的资料 第一个活动是我们清单中的王牌 RSI Research Science Institute RSI也是一个在MIT的下令营 但RSI应该是这个清单中最顶级含金量最高的活动 每年大约会有6000位学生申请这一个在MIT的六周下令营 但只有80位学生会被录取 也就是1.3%的录取率 这些学生当中会有大约三分之一国际生 六周的下令营会分成两个部分 学生在第一周会跟顶尖的教授密集的学习STEM的课程 后面5周学生会在Mentors的带领下 独自从无到有完成一个研究实习项目 学生必须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章 拟出并执行一份研究计划 在最后要完成一份手写的研究报告 并在研究会议中发表研究报告 参加RSI的学生常常会把RSI的作品 拿去参与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 也就是Intel科学比赛 Siemens Competition in Ma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也就是西门子科学竞赛 或者是Inte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这三个顶尖的科学研究竞赛 在这些竞赛中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RSI也是一个免费的活动 要谅解更多请参考他们的官网 第七个我们要介绍的是RICE Research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位在波士顿大学的六周下令营RICE 有两种类别 Internship也就是实习类 跟Practicum也就是实践类 Internship的学生会在一个mentor的辅导下 做天文、生物、生机、化学、电机、机械、 医学实验、神经科学、心理学 或公共卫生相关的实验 Practicum则是给想学习神经科学系统 神经科学、科学方法 或对设计脑部计算模型感兴趣的学生 透过白天上课、下午做实验的方式 作为其六周的研究 RICE是在这个清单中CP值相对比较低的 因为它的费用相对是最贵 但跟这个清单中其他科学研究类的活动相比 录取率又比较高 不过这个CP值只是跟这个清单当中的10个活动去相比 跟其他的大学下令营活动相比 RICE的品质是非常顶尖的 如果你对这个Program有兴趣 您可以到波士顿大学的官方网站 或下面这个连结了解更多 第八个我们要介绍的属其下令营叫做RICE Mathematics Program 或称RICE Number Theory 很多学生可能没有听过Ohio Dominican University 但能够被在Ohio Dominican University 举办的RICE Program录取 是学生数学天分的证明 如果你以为在高中学到Multivariable Calculus 也就是多元微积分 或者在高中能够参加数学队就很厉害 但在RICE Program学生会学到的是 Diophantine Equation Fermatt's Theorem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Gauss' Lemma Cyclotomic Polynomials 等等 这些是研究所数学系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难的内容 因此RICE每年只会收世界顶尖的数学天才 而被RICE录取的学生基本上在几年之后 都会在MIT、哈佛或是加州理工再次当同学 虽然RICE的五到六周 美金五千块的学费不便宜 但他会提供奖助学金给需要的学生 目的是让每位被录取的学生都有经济能力参加 官网说RICE的录取率不到三分之一 虽然33%的录取率听起来很高 但这是世界数学天才当中的33% 如果你对RICE Program有兴趣 你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RICEprogram.org去了解 第九狗喵介绍的是Summer Science Program SSP SSP是一个非引力机构 他们专门举办给高中生的研究型暑期活动 一半的SSP学生会被安排进行天文物理的实验 而另一半会进行生物化学的实验 在这里学生一周六天会参与课程及实验 会有guest lectures跟户外教学 也会从无到有进行一个实验 包含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跟报告结果 SSP的费用是6950 但官方宣称实际支出的费用成本比这个更高 另外因为近几年SSP收到不少捐款 所以活动的费用会另外再减3000块美金 同时学生还可以额外的再申请奖学金 最多可以获得全额的奖学金 免费参加这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活动 对SSP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到官方网站 summerscience.org去了解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 TASP Teleride Association Summer Program TASP是一个在美国声望非常高的写作下令营 可以说是人文或辩论类最高等级的暑期下令营 这为期六周的TASP课程会在康奈尔大学及密西根大学举办 课程中会有不同的主题包含文学、辩论、写作、论理道德、现代史、演讲等等 每天三小时的课程会有两位导师带领 课程都是discussion 而不是传统的讲课或是lectures 课后会有非常多的功课 学生会需要花数小时阅读、写作 或为下一次上课做准备 虽然TASP不会给大学学分 而且课程中导师也只会给学生评语 不会出成级 但这并不表示TASP是很好混的 课程难度跟顶尖大学的写作课非常相近 上课内容也会学到大学写作课所学到的实际内容 另外 TASP的录取率只有3% 而且TASP的学生申请上长春天大学的录取率高达20%到30% 可见能够被TASP录取的学生的水平 跟它的课程难度都不一般 这么顶尖的课程被录取的学生可以免费的上 而且包吃包住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点击下面的这个网址 那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这些含见量超高的熟悉课程 它们的共同点在哪里 那第一个共同点就是 它们的录取率非常非常的低 我相信你一定听过或认识有朋友 参加过Jones Hopkins的CTY Program 或者是Columbia的Pre-College Program 或者甚至是像Yale的Young Global Scholars Program 类似这样子的课程 但是我刚刚讲过的那10个课程 你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 更何况是有朋友或是朋友去实际上过这样的课程 类似Jones Hopkins这样的课程 在行内大家会把它叫做Pay-to-Play Program 也就是只要你有付钱你就能够去玩 就能够参加了一个活动 虽然Jones Hopkins的CTY它有一个申请的程序 它并不会录取百分之百的学生 但是它的门槛跟实际能够申请上Jones Hopkins的门槛 两个相比前者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相较之下MIT的RSI它的录取率是1.3% 美国大学最低的录取率也都还有4%到5% 所以CTY跟RSI两个是属于不同世界的program 第二个共同点是非常有趣 学生所需要负担的费用是非常低甚至是免费的 这些含金上非常高的program 他们所想要的是找到最优秀的学生 因此为了能够找到最优秀的学生 如果这些学生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话 这些program会愿意用其他的方式 让学生能够得到补助 最多甚至是愿意让学生免费的能够参加这些program 当一个活动的费用变低的时候 它的门槛就是学生的能力 但是如果它的费用变高的话 它的门槛就是学生家庭的经济条件 如果一个学校想要找到的是家庭条件优渥的有钱人的话 那这个学生能够参加一个费用很高的program 可以展现出他们家庭的经济条件是非常好的 那参加像是CTY这样的program 对学生就会有一点点的加分效果 但是如果学生想要展现的是 他是一个有能力非常优秀的人的话 透过一个展现出他的能力的program 才能够让大学喜欢他 换句话说一个活动的费用跟它的价值在很多情况下 其实是很反比的 这个活动的费用越高 家庭的负担越大 主办单位赚的钱越多 但是学生得到的好处其实会越低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也请您在影片下留言 我是Alex 我们下次见 拜拜